大家好,看看这是什么花 站在这一颗花前,一股甜香扑面而来 是那种甜甜的、腻腻的香味 没错,这就是桂花 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种花桂 它这个花很小,但是香味非常的浓郁 很多中国的小吃食物都是以桂花为原料 就是想利用桂花的浓郁的香味来提高食品的风味 我这里其实一共有两颗桂花 是从那个Costco网站上买的 Costco网站上有一些植物还是比较价廉物美的 像这两颗桂花就是比其他网站上都还便宜 当然在我这里的话冬天要搬入室内 然后还是想要它冬天开花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冬天它需要也是需要比较强的光照 然后需要温度高一点 但室内虽然有暖气 但是光照肯定就没有室外这么好了 这种桂花也是属于热带花卉 所以在我们这边北方想要把它养好还是挺困难的 其实我已经养死过好几颗了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浇水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土壤一定要保持透气 然后不能够让它闷根 因为一旦闷根的话 它很容易烂根就死掉了 到目前为止 这两颗的话 我至少还是照料的可以的 你可以从这个叶子的油亮程度可以看出来 而且你可以看出来 从这一颗花的花量 也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还是长得不错的 另外一颗的话 就是还处于主要处于那个营养生长阶段 它的花也是有的 在这里 但是花量就比较少了 要等这些 要等这些枝条长成熟了以后 它就会像这边的这一颗一样 会就是开出很多花来 所以还是非常期待的 这种桂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闻的一种味道 就不是那么刺激的 而是那种香甜香甜的 或者叫甜的有点发腻的那种味道 但是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好了 今天这一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顺便说一下 我做了这么多视频的话 还是很感谢有很多网友观看来访 然后还有一些网友甚至给我提出了一些意见 我都是非常感恩的 非常感谢的 特别有些网友提到我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会重复什么的 因为我做的这个视频基本上是一进到底 我说的话也是基本上没有底稿的 我就想到说什么 所以有时候可能逻辑会有点混乱 然后语句会有点重复 还是希望大家谅解 但是我也同时在不断的提高 我的这个视频的质量就是 虽然我没有底稿 但是我还是会在拍视频之前想一想 我这个视频主要想说些什么 而且我一般都是语速比较慢的 这样的话让大家 一方面让大家能够听得更清楚一点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方便我自己组织语言嘛 当然作为观众的您 如果为了节约您的时间 你可以两倍速的速度播放我的任何视频 因为我自己也试过用两倍速的速度播放的话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效果我觉得比正常速度播放还要好一点 好了 这个啰嗦了这么一大堆 就是想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株正在开花的桂花 同时讲一讲这个桂花在北方的那个培养要点 主要还是那个透气透水 就是说土壤的话一定要透水 然后每次浇水的话要浇透 等它土壤半干了以后再浇水 不要让土壤一直保持湿润 这样的话很容易烂根 好了就啰嗦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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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